各位好,我們再來看全反射的例題 這一題是全反射的應用 它用在我們生活中用很多網際網路的光纖 也許有同學說,不是都用無線的嗎? 其實是在傳大量資料的時候,還是會使用光線來傳 像是海底電纜,我們怎麼去跟美國的網站做連結呢? 或是歐洲的網站呢? 那就是靠跨國、跨洲的海底電纜 那海底電纜以前是真的用銅線 但現在呢,就幾乎都是改用光纖了 那這一題就是在講光纖的內部 就是靠全反射來傳遞光訊號 那同學應該看得出來,這是光纖的結構圖 它有光纖的鑫,還有包層 那鑫的話則射率N1,包層則射率N2 那希望它可以讓光在仙星這邊全反射 就沒有折射進包層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來看空氣進入光,那個仙星 空氣進入星的話,它的施耐的定律 就是空氣折射率乘上路射角 Theta 題目它想要問這個Theta的範圍 所以目標是要找出這個Theta 找出這個,要找出賽Theta 所以空氣的折射率乘上路射角的賽 賽路射角,然後等於先星的折射率乘上賽Theta1 Theta1是進入先星的折射角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假設一個α 假設一個α 它這一體的關鍵在於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就是它的關鍵 我們用Theta,這邊空氣入射之後 折射角是Theta1 可是在這道光再碰到這個介面的時候 它的折射角不是C頭1 而是90-C頭1 因為這裡有一個支角三角形 這也是90度 所以α其實就是90-C頭1 那所以在這邊發生全反射的條件就是 賽α就要大於等於這個 賽α乘上先星的折射率 就要大於等於包成的折射率乘上賽90度 這樣子 好,那可是呢 這個α其實是可以跟Theta1去做連結的 因為α就是剛剛說到 它就是90-C頭1 所以因為α和C頭1是互余 互余 對,互余 所以sinα其實就會等於cosC頭1 因為它們互余 那所以上面的這個sinα呢 就可以換成cosC頭1 然後把N1除過來 就變這樣子 所以得到第二條式子叫 N1cosC頭1 就會大於等於N2 那把第一式和第二式呢 做平方相加 因為平方相加可以把cos和sin cos平方加sin平方可以合併成1 那它們很巧的是前面乘上的倍數都一樣 所以把N1提出 把N1提出 然後應該說把N1平方提出 那就會有sinC頭1平方 再加上cosC頭1的平方 這兩個相加會等於1 好,所以就會變成只剩下N1平方 然後右邊的這兩個也是平方相加 平方相加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好,也許我們可以再多寫一兩步啊 就是這邊其實是變成sinC頭1的平方 再加上cos的C頭1的平方 那這兩個加起來是等於1 這樣子 好,所以最後呢 左邊剩下的是N1平方 那右邊剩下N2平方加sinC頭平方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sinC頭 所以把這個N2平方移到左邊 就變N1平方寫N2平方 然後sinC頭平方 sinC頭平方 sinC頭平方再開根號 好,所以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答案就是長這樣 好,這體質是數學上比較難 但它並沒有特別新的概念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會運用這個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 去把第一次的準色角 跟第二次的準色角做連結 好,謝謝